都有14亿人口 为何印度能有粮食出口 而我国却要大量进口粮食 近年来 印度一直与我国做对比 都把上海称为印度小孟买了 可见他们底气十足啊 印度的国土面积为295万平方千米 居住着14.1亿人口 GDP总量为3.2万亿美元 而我国国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 也有着14亿的人口 GDP总量为120多万亿美元 除了人口 实在没有能找到 与我们掰手腕的地方 不过仔细找找 还是找到了比我国更出色的地方 那就是粮食出口量 2022年 印度的大米产量超过了1.3万一吨 而大米出口量就超过2000万吨 创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3.5% 成为世界上的粮食出口大国 我国2022年的粮食产量超6.8万一吨 众所周知啊 我国不是粮食出口大国 而是进口大国 所以出口的粮食仅为320万吨 比印度逊色很多 反观进口达到了1亿4千多万吨粮食 从这些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和印度都拥有14亿人口 我们粮食产量比他们多一倍 但是他们粮食出口量却比我国高7倍 我们反而更加依赖进口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国拥有14亿人口 粮食的消耗能力非常强 不过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是够吃的 不过进口粮食的原因是要从多方面考虑的 首先是城镇化的影响 大量人口往城市离击 农村的田地没人种 使得很多土地的用途发生了改变 本来耕地面积就少 城镇化的进行 就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 民众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且我国一直有优患意识 就算生活在和平富足的年代 也要为不时之需做准备 所以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 再者 因为我国国力增强 人们对于饮食观发生了改变 从以前的吃得饱 变成了吃得好 吃得健康 一些肉类大豆等需求量就很大 而我国的畜牧业不太发达 还有耕地面积受限 因此进口肉类大豆等食品非常多 其实我国进口的粮食是有很多好处的 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人均这一批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所以还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上购买一些物品时 会有一些优惠 因此我国成为世界粮食进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印度人口多 粮食产量少 却成为粮食出口大多 人们以为印度粮食充足 其实根据报告显示 印度有两亿人处于饥饿之中 印度是一个农耕社会 很多底层的人没有收入来源 只能勒紧裤腰带 卖点粮食维护日常开支 于是资本家就有了更多的粮食出口 却不管普通百境生活 还有外汇的问题 印度的工业技术在国际上不具有优势 在购买其他物品时 需要大量的外汇 今年来 印度不断的购买大量的军资 为了得到大量的外汇 只能将粮食出口换取 此外 俄乌争端让各国提高了警惕 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为不时之需做准备 都纷纷的限制 并终止粮食出口 这就造成了国际粮食价格上涨 而印度也看到机会 疯狂的出口粮食 大赚一笔 不得不说 三哥还是很有生意头脑的 那么在这样紧张的国际形势中 印度哪来的底气 大量的出口粮食呢 别看印度国土面积小 他们的耕地面积可不小啊 印度土地基本是平原 地势很平坦 很适合大规模的种植粮食 而且他们还有得田独厚的气候 印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有充足的阳光以及雨水等 所以他们种植的农作物啊 可以做到一年三数 这让他们鼎气十足啊 对此你有何看法